很多人都是 能够正常的老死 是比较少的 说SAM是正常老死的 而且还是一个官员 还是一个官员 他没讲乳水 乳水怎么死的 也没讲 那个叫什么 正义小萨尔怎么死的 但是这里面居然 接触了就是说 更加的 就是 菲菲在遭遇的 那个那场病毒 真的还是非常危险的 对吧 非常危险的 但是幸亏 那所以 说明就是互相有 暴翁在里面 那菲菲为什么 能够被救下 而且被救下的话 还不是普通人 是被盗长和被 被就是七哥 对吧 由七哥亲自来 做了一些事情 在盗长的 这个要是 多么神奇的事情 首先盗长也要知道他 对吧 还要有七哥 这么大能量的人 两个大能量的人 要帮菲菲加持 那菲菲这个 这辈子的命述 对吧 如果我们从命述 和缘分来说的话 都有 都有在里面的 都有在里面的 我听了以后 我还真的 真的突然之间就觉得 当然我是还是蛮相信的 我还是蛮相信的 大家觉得 昨天的那个直播里面 这个是不是 我们也是非常感兴趣 所以一切一切 都已经是命中注定好的 对吧 命中注定好的 感谢观看 1 3 5 8